報告寫得很清楚 就是鬆緊痛 我有說鬆緊有什麼 黑青或是任何的傷 就是他說 鬆緊痛 這樣而已 那算是艱鉅嗎? 沒有一次他有講說 我有對他做任何的 暴力的事情,都沒有 《金周刊》裡面講說 他沒有身份什麼什麼哭哭 他一直沒有住在加拿大 他五年內要住三年 全部在加拿大 他可以有加拿大的PR Vicky的朋友幫加千 辦好他的主流 他在幫他辦 所以他說沒有在辦,我沒有幫他 我幫他準備很多照片 報告寫得很清楚 就是鬆緊痛 我有說鬆緊有什麼黑青 或是任何的傷 就是他說鬆緊痛 這樣而已 那算是艱鉅嗎? 不是艱鉅啊 還有我們那天的所有的資料 如果你看我們的WhatsApp 我們的WhatsApp的 那個... 那個... 資訊 你會發現說 沒有一次他有講說 我有追他做任何的那個... 暴力的事情 都沒有 如果我有追他 就是拿他 然後這樣子撞他 他們說的 大冰箱出風球 撞他 他應該會跟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做啊 或是踢到我 可是沒有啊 金周刊裡面講說 他沒有身份什麼什麼 哭哭 他一直沒有住在加拿大啊 你要住在加拿大 好像要在... 要住五年內 要住三年 全部在加拿大 再可以搬加拿大 他可以有加拿大的PR 或是可能可以在這裡辦 我不是很清楚 他就是沒有... 他不想要在那邊住 辦好 他在幫他辦 所以他說 沒有在辦 我沒有幫他 我幫他準備很多照片 他要我辦 已經有在辦了 在辦啊 然後要找很多我們結婚的照片 什麼時候還記得嗎 呃... 一直從九月到... 到他說我... 我家爆拿的時候到十二月 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 一直到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 他把我抓走的時候 我們再辦 他在查看 那一堆 明天 廣告 在閉路上 你 從